前面所讲的这些内分泌线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内分泌线 我们后面有几个线条就比较小一点 或是比较内容比较少 我们就一次把它带过去 像这个胸线 它应该属于免疫系统里面的 因为胸线是负责让T108球发育成长 所以它所分泌的胸线技术 就是促进T108球的发育成长 它是免疫系统当中的胸线 另外还有很多不是内分泌器官 不是内分泌系统的器官 却有内分泌的功能 我们都学过了我们就快速带过 像消化系统中的胃 分泌温泌素 小肠分泌移密素 等然说素还有肠温泌素 这些都是内分泌的基数 可是它们却来自于消化系统 另外像肾脏是排泄系统 它也分泌基数 就是红血流生的素 又叫生血素 它会促进红骨髓制造红血球 另外心脏是循环系统的 它分泌心房分泌素 来调节那个钠跟水的痕地 心房分泌素又称为利尿基数 它跟RUS做解抗的 RUS是提升血压增加血量 它是降低血压降低血量 促进排尿 所以叫利尿基数 那我这页右下角有个叫 动物内分泌的基数一栏表 是指我讲印上那个大表格 很大 那个表格内容很多 我把我们高中所学的所有基数 来自于哪里 作用在哪里 作用是什么 其他的成分 它是属于多态啊 还是脂蛋白等 还是糖蛋白等 我都写好了 那我们课本没写那么多 段考也不会考那么多 那个表你就留着 也许你到了大学可以救你 以上是其他内分泌技术的一个补充说明